大家好,我是十一玉兰 一起来关心5月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首先来看到立法院民进党团总召柯建民 失言风波持续延烧 引发花莲各界踏法 即便道歉都没有办法熄灭各方的怒火 从县长许正卫率众开几者会 谴责民进党 并且要求主席赖清德出来道歉 国民党换令县党部与党籍民代 也在县议会大厅严厉谴责柯建民补党发言 而节安乡长代表、村长以及近百位的节安乡亲 一早也聚集在节安乡待会 来谴责柯建民要求下台 县长徐正卫表示 柯建民的失言令花莲人非常愤怒 徐正卫要求民进党主席赖清德准总统 是不是应该要为柯建民失言来道歉 民进党是否该有人来向花莲人道歉 我们真的花莲人非常的愤怒 现在的花莲正在重建 正在修复 正在修缮 正在努力的度过最艰难的时刻 而柯总昭竟然还在所有的灾民 在花莲县所有的伤心身上伤口伤鬼灑颜 我想这事真的是让我们何等何等的心痛 世界在看花莲 全国在协助花莲 而民进党团 民进党竟然如此践踏花莲人 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没有 环岛快速路往 没有 没有 苏花快还在评估 我们想想 一个小小的台湾岛 竟然连一个环岛高速路往都没有 这不是欺负东台湾的人民吗 为什么一个国家两个国度 为什么花莲人 我们要这么辛苦 所以在这里 今天真的花莲人生气了 花莲人愤怒了 民进党主席赖总统 你是不是应该要为这句话来道歉 民进党是不是应该要有人 来跟花莲人道歉 花莲人 很生气 花莲人 很愤怒 镜头来到花莲嫌疑会 国民党花莲县党部 国民党籍议员与民众党 一起拉起白布条 也一起抗议柯建民不当言论 我们议会还有国民党 除了在此要求民进党道歉 要求各种上下来 除了现议会的抗议之外 解案相待会门前一早 也聚集愤怒的乡亲 而包括了解案乡长刘书贞 相待会主席邱美云 副主席黄金发 以及多位代表们也高举标语 要求柯建民下台 看到地震 真的我们不觉得他可怕 我们可怕的是 他们的原因伤害了我们 这个才是我们 认为最可怕的 我要在这里正正无语 生命 天灾 人火 救灾 乡亲的生活 完全跟政党没有关系 是人的良心 是柯建民 泯灭了良知 没有感动身受 没有关心花莲 民进党团总召柯建民脱口 而出花莲打底证 是老天有眼救了台湾民主 风波是越演越烈 虽然柯建民为自己的失言 已道歉三次 但仍然交不惜花莲人的怒火 柯建民 下台 柯建民 下台 柯建民 下台 记者综合报导